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那句话细节决定崇拜 又一次来到了实际视频 这场比赛也是达到火星四射 机会 出界 看得出来这个体能消耗也是非常大 各方似乎都是有些体能不正 要缓一缓 擦擦汗 稍稍的这个再调整一下 那么越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刻 其实也就越考虑队员们的这个经验 队员们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状态 能不能稳定 这球其实我们看到 红炎者和任相宇的话 已经是处在一个烈士的情况下 但是他们没有放弃 练持的防守 那么也是这次为留意证付出一次主动失误 这次还有都以为这个球是出界了或是下网 但是没想到留在了界内 那这样的话 冯远之和任相宇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运气在里边 那么最终第三局的比赛是扳回了一局 12比10 那么刚刚结束这一局的话 陈盈盈怎么看 我觉得 这场这一局上去还是整个速度 就是抢得更快一点 就打得更果断 进攻的机会变多了以后 然后刚开始的防守都顶得挺好 就是顶住了对方的进攻 就是把自己的进行也打起来了 然后打得非常积极 越来越积极 越来越主动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场男双的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现在两边的比分是2比1 应该说冯远之和任相宇这场比赛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那么双方的三局比赛第一局的话 郑思维和刘宇纯也是12比10拿下 那么刚刚结束第三局 冯远之和任相宇也是12比10拿下 应该说双方的这个对抗激烈程度真的是很接近 漂亮 机会 这个球如果能拿下就太漂亮了 还在僵持当中 漂亮 完全是处于烈士的情况下被对方多拍进攻的时候居然是救了回来 而且救球的质量很高 让自己从这个防守立刻是转为进攻 很不容易啊 液晶中的爆发 这球来了一个深厚 深厚接球 当然是下一次 应该说这样比赛双方达到评分的次数非常多 这球难度太大 必须要给到这个两边的队员 赞誉之声啊 确实打得太精彩了 球速非常快在这种极限的较量当中 双方都能够保持住 这个很高的这个经济水平 各种惊喜的救球和扣杀 一点点的运气成分 这球是滚网之后落在了这四位和刘宇晨的场地内 说法运动员现在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状态 包括两边队员的这个身体技能啊 都是到了一个很放松啊 而且是反应非常敏捷非常迅速的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个误会 正好是把相同的区域留给了队员啊 这是这场比赛第三次换派 任强宇也是换了一把 那么在拿下第三局之后感觉这个冯燕哲和任强宇现在势头已经回来了 第四局的话也是一直在处于领先当中 当然领先的分数并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一直都是有一定的优势 这是一个后场的一个扣杀 两边的诸位团呢也是开始互相挑战 都是给到自己的队友更多的支持 这球是落在了界内 底线和边线这个交汇的地方 都比赛 都比赛 这个球看是什么情况 是拍子坏了吗 双击了好像 双击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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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击依旧是非常接近 现在是5比6 只有一分的差距 那么冯燕哲和任强宇的话 比较可能略有优势啊 但是 双击了啊 双击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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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目前的这个场上 局势来看的话 双方真的是不分不种 没有这个 那么大的一个 实力上的差别 而且 从气势上来看的话 冯燕哲和任强宇 并不输于对手 双击依旧 双减 双击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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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依靠着连续的进攻 那么现在是7比8的比分 还落后着1分 好 图里球下网 再次打平 加油 这球可能在犹豫啊 到底出没出界 虽说有些时候 比的不仅仅是你这个手上的功夫 包括你的判断啊 也很关键很重要 这次给和刘宇辰反超 漂亮 这样也是拿到了赛点 打了一个追身 封建之后任祐祥 任祐祐是挽救了一个赛点 好 走错了 速度上 随便打 加热率 加热率 用脚 有 有 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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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只 高 要 回球出界 10比10 河眼牛和任夏宇是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 非常不容易啊 这次为何路易城似乎也是稍稍勇者一下 加油 任务宇是谁 加油 金小队 加油 没上没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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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小队 加油 好 机会 有没有 漂亮 那么随着 林小宇的最后这一拍中杀的话 12比10 挽救两个赛点之后 他们是将比分翻成了2比2平啊 我们将进入到第五局的决胜局当中 那么刚刚结束的这精彩的第四局啊 陈盈盈怎么看 嗯 我觉得就是 两边都还是打得很很胶着就是 一直都是交替零线的这个比分啊 对 那您觉得这个陈盈盈盈和任夏宇他们赢 赢在哪个地方 嗯 其实他们也有中间落后的那个最后落后的阶段 我觉得可能 对面有一些着急了 然后 嗯 丢了几个得分的机会吧 然后他们变得更干大 更敢打更敢拼啊 是 好 那么马上开始第五局怎么预测一下 你觉得最终谁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 这个 嗯 我觉得 不好说吧 不好说啊 这个确实实力非常的接近啊 啊 应该说这场男双的比赛的话也是让我们大宝也服了啊 双方都是打出极高的水平 而且啊 这个比分的话一直都是很接近四局比赛 只有啊 有三局的比赛都是12比10这样的比分最终啊 一方拿下 好的 我们进入到最后的决胜局啊 这一局的比赛将直接决定这场比赛的一个男双比赛的一个胜负 好 还是想要抓一个后掌啊 结果是被 对方抓住 正思维 反应很 非常的灵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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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次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在被对方连续杀球的情况下 做出一次质量非常高的回球 这就也是让刘宇晨直接是爬在了这个为了救球爬在场地上 刘宋晨加油 刘宇晨加油 新大国人加油 对我们的朱卫生也是越来越大了 这个时候也是需要你们的支持 那么同样的更加需要的也是我们观众朋友们啊 你们的支持你们在看比赛的同时啊也是要给到自己所支持的队员更多的这个加油和主位 所以说他们可能听不见但是他们一定可以感受到 继续这种交替领先 领先被追平领先被追平啊 这样的情况在这场比赛当中非常的普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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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thre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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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阅了 好 再次回到批准 给了一个发生伟丽啊 这是应该是手的这个高度 稍稍高了一些 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的激烈 看一下 进入到了第四局第五局 双方的这个后场跳沙 似乎是慢慢的稍稍减少了一些啊 可能也是体能的这个影响 让四名队员 有些时候要选择更加聪明的一个方式 特地的分配体能 比如像这种球 这球应该是判断出现了15 这样冯彦哲和任祥宇的话 也是在第五局第一次领险 反手把球坠了回来 但是下一拍的话也是没有办法 其实没有关系 第一拍能够反手救回来的话 已经是非常精彩 又一次来到评分 0比0 1比1 2比2 3比3 4比4 5比5啊 一直就这么评分走过来 确实两边的实力 都是很接近 漂亮 微声扑就 挺困的啊 但是最终这一拍的话 还是打开 我们看到 6比5 这次为了连续防守 最后的话也是 没有能够把球留在界内 那么到了第五局的话 最后的时刻 这个时候也是按照规则 得交换场地 总分达到11分 应该说这场比赛 露斯水手的话 我们现在都还 完全都不清楚啊 有很大的悬念 双方实力无比的接近 而且这个斗志昂扬 来看一下最后 决胜的时刻要到了 那么无论哪一组 哪一组哪一队 获得最终的胜利 其实都是 都是可以证明啊 他们并不是失败者 给我们呈现出一场 非常精彩的比赛 双方场地之后的话 也是连拿了两分 现在领先到三分了 这次为了和刘玉神的话 看一下现在 在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阶段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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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的基金也是一起 全部被点燃了起来啊 9比5 那么冯彦哲 人像你如果获胜的话 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了啊 其实郑思维和刘玉神 在名气上的话 还是要更 更胜一点 更大一点 回球出界 追比6 这次为了和刘玉神也是连追两分 这次为了和刘玉神也是连追两分 直接后场的一个跳仓 十里进 这是冯彦哲 本场比赛第一次拿到了赛点 刚刚这球也是有一点点的运气成分 那么 天亮拍的话也是有一个擦网 出界了 非常的不容易 黄彦哲和刘玉神是战胜了郑思维和刘玉神 我们看到最后的话 这个胜利应该说是来之不易啊 在非常这个不利的情况下 挽救了两个赛点的情况下 而且不是在这一局挽救赛点 那么最终的话是11比7 拿下了第五局3比2的比分 最终是战胜了郑思维和刘玉神 那么纵观一下我们的这五局比赛 南双的比赛 陈英英 怎么评价一下我们今天这两队选手之间的一个较量 首先我就觉得就是 两边的实力就这场球来说大了 就是还是步伤上下非常的精彩 然后前面两局青岛 就是赢得也不是说那么的容易 然后后面我觉得是 谢谢大家